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23年11月18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众所周知在联合国有一个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司令部 这里有一些成员国 这是一支多国军事部队维持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停火 如果朝鲜半岛爆发冲突 其成员国将协调部署部队和武器和部队支持南方的韩国 这总共有17个国家最近今天来自17个国家的防长和代表 因韩国国防部的邀请在首尔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这个几个联合国军成员 他们宣布重申保卫韩国 这个中共国对此做出愤怒回应 坚决反对 这是联合国军成立70年来 首次在韩国齐聚一堂 来自非洲 欧洲 中东 北美和南美的成员国首次齐聚一堂 与会代表 因为大家知道朝鲜战争 现在这个战争它还没有结束 它属于叫做瓦房殿协议是啥 叫做中战协议 是中间的中 暂时停止 并没有说战争结束 所以联合国军70年前成立的这个 到现在它还在 所以会代表这是在会议结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 如果朝鲜半岛重新发生敌对行动和武装进攻 并挑战联合国和大海民国安全 各国将团结在一起 这个事很大呀 我跟你说 说白了 几十年过来 这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啊 是吧 一直 中共也没想到这联合国军原来还在联合国还一直存在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长 说批评了联合国军司令部 他说众所周知 所谓联合国军是冷战产物 与法无拘 早已不合时宜 有关国家打着联合国军幌子举行会议 挑动对抗 制造紧张 是在为半岛局势上火上加油 中方敦促 有关国家停止当有联合国之名 谋取私立 以实际行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这个亚太战略中心副总裁马克斯维尔说 北京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联合国案例会第82号和85号决议 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成条运作提供了合法性 这些决议仍然有效 从未被废除 看到没有 马克斯维尔说 中国有关合法性的说法 是学朝鲜的力量 这是支持这样的目标 那就是试图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 以便把美军赶出半岛 从而让朝鲜重新掌握军事和政治优势 他说 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把美军赶出亚洲大陆 看到没有 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会议之前 朝鲜沃尔沃尔沃尔沙通过朝鲜的 朝鲜中央通讯证发表声明 您形容联合国军司令部是美国杜撰的非法战争机构 所以 这个联合国军司令部 他现在一直存在 一直 在运作中 因为 把门店协议 不是战争停止 而是中战协议 所以美国 在运作这些 西方 正在运作之前 根据法律 联合国军 17个联合国军 是吧 各国家将会 一旦朝鲜战争重新开启的话 将会立即参战 这个事情很大 对中共来说 你看这个美国手上的牌很多 很多 你怎么看 所以美国现在要把 70年前没解决的事情 现在也要解决 中共着急了害怕了 你怎么看 中共国坚决反对的事情 难道少了会少了这一件吗 当拜登在所谓的拜习会谈以后 说这个习近平就是 Dictator 对不对 就是独裁者 中共国严正反对 对不对 然后再说 这个中共国目前 就是由一个共产党 所统治的国家 中共国也坚决反对 对不对 所以说当这个所谓的海牙法庭判 这个所谓的 那个中共国的十一段线 是不存在的时候 中共国也坚决反对 不是吗 所以说中共国在坚决反对的事情 何止少这么一件呢 当我们路德社去 所谓揭露这个所谓的 093417 这个何止潜见这个搁浅的事情的时候 中国也坚决否认 不是吗 所以说你看他做出来的事情 他只要坚决反对的 我们就反着看就对了 所以说其实他现在 不管是这个所谓联合国 联合国这个所谓驻军的问题 或者是说 他们齐心协力要去支持韩国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只要是反到朝鲜 反到中国的 中共国都坚决反对 那为什么中共国你这些 不管你是个 你这个不是智 真的是 真的只能用这三个字来形容你 自己叫不是智 那你这样要去装傻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说联合国毕竟这是一个所谓的 大家来做投票制的 那你现在在这里 你既然有安理会的一个身份 那你忍不来安理会去 去来去发动一个所谓的一个 来去撤销这个联合国的 这个所谓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议题呢 你也可以这么做 那你有什么好坚决反对呢 所以说事实上 你如果想要加入这个所谓国际社会 你就必须用国际社会这条标准 跟法律来做事情 不用去在那边坚决反对 你只要有实力 对不对 大家都认同你 那现在目前 你如果只嘴巴上打口炮 那仗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我觉得 中共国的坚决反对 何止少这一件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中共国现在不只是挤 而且他现在慌了 因为太多事情 这样接二连三 被这样挨着打 事实上是很没面子的 所以说习近平回去 这时候应该要再开砸几个人 这样才能让他这个所谓习皇帝 心里爽快一点 好还给路德 这个联合国军可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 是联合国1950年7月7日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84号决议 由美国英国等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 包括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 瑞典 印度 丹麦 挪威 意大利 等国家提供联合国军医或医疗船 第84号决议决定使用联合国旗帜 他的司令部 一直都在哪里 都在韩国 首山 首尔龙山基地 他历届的历任司令 都是 啊 有案可查的 你看 这么多 几十年 最新 现在最近的 叫拉卡梅拉 陆军上将 2017年 看没有 2017 2021年 7月2日到现在 从来没有 啊 从来没有停过啊 运作 他的运作一直在停 当时1975年 联合国大会 啊 呼吁解散联合国军 但由于 没有签署 朝鲜战争 没有签署 和平协议 所以 联合国军司令部 存需致敬 啊 这个和联合国 维和部队不一样 联合国维和部队 是向联合国秘书长 领导 但是联合国军 由美国主导 因为 是 1950年 宣布成立的 当时啊 苏联 也投了 投了 说白了 当时不赶转美国 所以投了七选票 所以 北朝鲜的事情 记住啊 一直以来啊 都是没有结 没有结束的啊 说白了 这个 因为 有一点啊 联合国 是 联合国军 在 韩国的驻军 是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的 所以 因为朝鲜战争 没有结束 没有通过 和平协议 所以 他的驻军 随时 可以开战 这是随时 开战 因为 西方是这样 你必须得有资金啊 有 有组织啊 有架构 是吧 正是因为 有这个 法律的 决议在那里 联合国军 总司令 你看 第一任就是麦克阿瑟 后面就是李奇威 是吧 克拉克 所以 正是有这个 法律文件在这里 所以 他的 成立 包括到现在 各个国家 每年 还有资金 来支援 是吧 所以 他不是一个虚的机构 是实实在在的 说白了 就中共 这种反对 最终 反对 其实就是告诉中共 一旦看战 这些 一旦 战争 重新开始的话 这17个国家 将会和中国 因为 因为在朝鲜战争 朝鲜是一方 中国 志愿军 当时中共国 和朝鲜 是在一起的 所以 说白了 就是 敌人 敌对方 和联合国军 所以现在 中共是和谁 在对抗 是和整个联合国的 决议对抗 还没有 联合国的决议 虽然这个决议 是几十年前的 但是他依然有效 你怎么看 习 就是去了APEC 回来发现 还有这么多事 怎么这么多招 是吧 你怎么看 是的 其实 我觉得真的就是 怎么说呢 习近平 他自己本身 他的智商 如果真的 能够再高一点 而不是只有 小学程度的话 我相信 他不会做那么多蠢事 可是其实最重要 就是这些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些 不管是土耳其的 Dictator 或者说 中共国的Dictator 他们的一个 共通的一个 样貌 就是 总以为自己 很聪明 然后可以 藉由这些权力 来去忽悠众人 然后让他的权力 得以延续 可是事实上 他们真正的 这个背后的动机 很简单 就是为了 他们政权的延续而已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他们想要 藉由这个权力 来去忽悠 然后持续能够统治下去 我觉得其实中共国 最重要就是 我们其实最近一直在 路德社不断在 跟我们的听众 不断在讲述 就是如何在把这些 我们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思想 这个所谓的想法 推广到整个中国 就是说 中国人要自己站起来 要去推翻这样的 一个所谓的极权政府 这样以后 这个所谓的 你被代表的 所谓的邪恶政权 邪恶政权 现在虽然短暂的 代表了你 可是如果说 你自己不把它 推翻掉的话 以后这个所谓的苦果 邪恶政权所带来的苦果 绝对是中国要去承受的 所以说其实我真的 路德社一再苦口婆心的 就是要希望 这些所谓中国百姓 不管是中国或台湾 只要是讲华语 听得懂华语 都要站起来 其实这真的对中国人来讲 这是一个所谓的 不只是习近平讲的 所谓千百年来的 一个所谓的百年大变局 那最重要就是 这个中国人如何 藉由这个所谓 长久历史文化的荼毒 然后可以自己 能够非常清楚 为自己的权力 而跟自由 还有民主而战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千古的一个大势局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重要所在 好 先换给路德 中共最近一直在攻击 攻击这个联合国 司令部联合国军 司令部说这个联合国军 是非法成立的 有用吗 是不是 然后说什么联合国军 不受 是当时美国和中华民国 所以就是 那时候说是被窃取了 你颠覆历史也真会颠覆 中共是72年 才加入联合国的 是不是 1950年那还是中华民国 然后说联合国军 不像联合国汇报 也不像运作经费 也非联合国经费预算 也未纳入联合国附属机构的 年鉴统计范围 说他不是联合国机构 只用盗用了联合国名义和旗帜 是不是 但是 这有用吗 你能改变得了历史吗 历史上当时就是 通过了这个 当时苏联 就是弃权 是吧 苏联就是弃权 所以 现在俄罗斯 在这个事情上都早已经撇清 撇清了 在北朝鲜的事情上 因为当时苏联并没有 加入朝鲜战争 只是暗中资助中共 这事情现在 说实话 都在清算中 因为习近平周三在 旧金山举行的欢迎晚宴上 发表讲话称 中国将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以国际法基础的 国际制度维护以联合国 宪制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政策 所以就是朝鲜战争一旦开始的时候 中共如果还继续站在朝鲜这一面 我相信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 那就是联合国的行为了 联合国军 你中共不承认 他也是联合国安理会 当时成立的 现在并没有错费 并没有投票说取消 投票取消的话 美国美英法直接 是吧 一票否决 所以这就是啊 这就是中共 是吧 你挖坑 是吧 你永远都掉到坑里去了 不管多少年 这就是别人的法律体系 是不是 你怎么看啊 宇永先生 我真的觉得 这次习近平回去啊 那个两个 两个那个骨塞子啊 被打得啪啪响 肿得跟胖子一样啊 那个人家都以为他虚胖啊 其实最重要就是啊 这个真的在整个美国 从联合国这个二战以降 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啊 习近平既然想要在里面 获取到好处 也就是说 就有所谓的西方这些 所所这四五十年 甚至五六十年来 所建制的这些 所谓稳定的 安定的这金融的一个体系啊 来博取他的好处啊 可是事实上 又不想去遵守这些规则 那你认为大家既然说 大家这个所谓是 互利共好的一个 所谓的组织里面 大家会任由你这样 为非作歹吗 所以说事实上 我觉得习近平真的是 自己太天真了 那真的是只能说 这个这次除了回去点 被打得啪啪响以外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 最重要就是一个零界 一个分界点 就是说 呃 藉由这个所谓的 呃 这个APED APED 这个所谓的 呃 这个一个长年的会议 来来来做一个分 分界点以后呢 拜登跟习近平也见过面了 那也知道说习近平 已经无可救药了 那未来呢 如果说以美国最经济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战争的打法 就是斩首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 跟拜登最后一次的见面了 那我觉得这也是拜登 在借由这一次的会谈里面 在跟习近平说拜拜啊 所以说其实现在后面 这一连一连串的动作 真的只能说 中共国他的本身来讲 在国际的组织里面 除了自己本身不懂得国际 所不遵守以外 另外一方面就不懂得 这些所谓国际组织的 深层的脉路啊 那真的是 你说挖坑给他跳吗 他就是 我怎么讲呢 就算傻子也会避开 可他偏偏就是一定要跳进去 那我们也真是想救他 也救不了了 好 先换个路 好 谢谢啊 这个尿先生 谢谢这个大家观看 咱们这期 这个最新的时事新闻 点评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 再见